現在我要介紹的問題是OL科學方程是發生共二負數根的狀況下 該怎麼處理它 一般來說 如果OL科學方程是發生共二負數根的問題的話 你可以化檢它 你也可以不管它 不去化檢沒有關係 OL科學方程是 等一下我們要討論的問題是負數根的問題 負數根一定是相異根 而且一定是共二的 就是有加I就有一個減I對應 OL科學方程是 x 平方乘上 y 的兩次微分 加上 a 乘上 x 再乘上 y 的一次微分 還有 b 乘上 y 等於 0 現在的問題稱作OL科學方程式 我們很快示範一下它到底怎麼回事會發生共二負數根的一個情況 我們說它的解題過程當中是 猜答案的形態是 x 的 m 次方 這樣比較快 用這個方法算比較快 然後帶回原來方程式 帶回原來的方程式的話 會產生 x 平方乘上 x 的 m 次方微分兩變 還有第二項是 a 乘上 x 再乘上 x 的 m 次方微分它一變 後面這項是 1 乘上 x 的 m 次方等於 0 然後微分兩變的話 這次我們就算快一點 微分兩變的話會有 m 乘上 m 減 1 的係數 然後原來的次方雖然會減 2 但是跟 2 次方的 x 合併之後 又變成 m 次方的情況 第二項呢 微分一次的話乘上 a 乘上 m 也是一樣 x 的 m 次方是它的相關的函數寫法 第三項也是 x 的 m 次方的一個函數形態的寫法 所以我只把 b 放在瓜乎裡面就好了 那我們希望找到答案不是 0 所以我只好安排瓜乎的部分為 0 瓜乎的部分再整理成 m 平方加上 a 減掉 1 乘上 m 再加上 b 等於 0 的形態 這叫做特徵方程式 從特徵方程式裡面我找到特徵根 也就是特徵根是 2 分之負的 a 減 1 加減根號的 a 減 1 的平方 減掉 4 b 現在我所討論的問題是共 2 負數根的狀況 也就是這一個開根號的部分會小於 0 我寫在上面 我們所面對的問題是 a 減掉 1 的平方 減掉 4 倍的 b 會小於 0 的狀況 因為整項運算出來的結果是小於 0 的 所以我希望它能夠顛倒一下它那個順序 然後多乘上一個 i 啦 i 就是根號的負义 我把一個稱作 m 1 一個稱作 m 2 的表達一下 我希望說算完之後 m 1 的話是 alpha 加上 i 乘上 beta 另外的話是 alpha 減掉 i 乘上 beta 這個 alpha beta 到底是誰呢 好 alpha 是這個根的實數部分 其中這個 alpha的話是負的 2 分之 a 減掉 1 的部分 2 分之 a 減 1 的部分加乎 好另外一部分是 beta 好 beta的話是這兩個顛倒之後的 4 b 減掉瓜乎的 a 減 1 平方 一個叫 alpha 一個叫 beta 我會把開根號的部分顛倒一下 然後會多一個負 1 開根號的問題 那個負 1 開根號就是 i 來表示 代表根號負 1 啦 好這是 alpha beta 所代表的意義 不用去化解它也是可以當作我的答案的喔 所謂的不用去化解它的意思是說 我就直接寫通解的寫法 有 i 的形態在裡面就好了 所以通解為 y 等於 好我把第一個答案丟進了 第一個答案換掉 m 啦 換掉這邊的 m 寫成 x 的 alpha 加 i β 次方 第二個答案換掉另外一個 n 2 的寫法 好它是 x 的 alpha 減掉 i β 次方 換完之後疊加它 因為我的問題是一個線性又齊性的問題 這個方程式是線性的而且是齊性的 因此我可以用重疊原理疊加它的答案 第一個答案乘上 c 1 第二個答案乘上 c 2 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這個其實答案已經找到了 這樣的寫法其實已經找到答案了 因為我已經把原來有四個變量的問題 變成最後只有兩個變量的問題 沒有去化檢它不能說我錯 我已經找到答案了沒有化檢它 其實不能說我錯 但是同學們還是學一下化檢的技巧好了 因為有可能在某些場合底下 你知道化檢的觀念會對你有幫助 好我化檢一下化檢給同學看一下 好我化檢一下的過程當中 我來考慮一下我要怎麼樣思考一下 x 的 alpha 加 i β 的關係 好這個 alpha 加 i β 次方的關係 可以先整理成 x 的 alpha 次方 乘上 x 的 i β 次方 乘喔不是加喔 好然後再把後面的部分啊 接著指數凡數跟 nature log 凡數整理成 好我就是先把它取一個 nature log 好 nature log 取完之後 再取一個指數凡數 好為什麼這樣做呢 因為指數凡數跟 nature log 凡數是反凡數的關係 這兩個可以抵消掉 好比消掉之後就是原來那一個 我關火就是要放原來這一個 好這個時候的這個做法 還可以繼續改寫成 x 的 alpha 次方 好這個 exp 就是寫成小 1 的符號 好然後這個 nature log 的 x 的 i β 次方 那個 i β 就可以移到 nature log 的前面 對不對 好然後我們有學過 然後我們有學過尤拉公式的概念 好尤拉公式告訴我說 exponential i 次方 等於 cos t 加上 i 乘上 sin t 好就這個尤拉公式我要拿來用一下 我把那個 t 當作是 beta 乘上 log 的 x 所以這個又可以改寫成 x 的 alpha 乘上 cos 的 beta log 的 x 加上 i 加上 i 乘上 sin 的 beta log 的 x 好這個是第一個答案的化檢方式 化檢成 i 的形態的方式 好還沒有完 我們再討論另外一部分 同理我們如果在討論 x 的 alpha 減掉 i β 次方的時候 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就把 i 當作負 i 吧 把 i 當作負 i 這邊就要改 這邊改成負 i 就好了 同理這個時候的化檢會得到 x 的 alpha 次方 好 乘上 cos 的 beta log 的 x 好 減掉 i 乘上 sin 的 beta log 的 x 好 他們兩個的化檢方式 好 我根據這個化檢方式 再改寫一下我剛剛的通解 故我的通解啊 一個乘上 c 外 一個乘上 c 度 就是這個答案要乘上 c 萬 這個答案要乘上 c 度 我把這個 所謂的同類項整理成一項 就是 cos 的部分叫同類項 sin 的部分也叫同類項 我把 sin 跟 cos 各自合併 cos 跟 cos 合併 sin 跟 sin 合併 好 所以我寫成 a 乘上 x 的 alpha 次方 再乘上 cos 的 beta log 的 x 好 這個 a 是 c 萬加 c 度 等一下寫 好 另外一個合併之後 它的係數由你來表示 是 b 乘上 x 的 alpha 次方 再乘上 sin 的 beta log 的 x 好 我來解釋一下 a 跟 b 是多少的 a 是 c 萬加 c 度 好 b 的話是 i 乘上 瓜乘上 瓜乘的 c 萬解釋到 c 度 b 的話是 i 乘上 瓜乘的 c 萬解釋到 c 度 好 這樣的一個表達方式 當然也很好 但是如果大家沒有把握的話 其實不用去 特意要化檢成這個寫法 因為這個化檢過程當中 如果完全化這個都對也沒有 就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萬一有一個地方化檢錯了的話 反而會造成被扣分的困擾 所以不需要化檢它 除非你有很有把握 你只要寫這個答案你就 ok 了 寫這個答案不會有問題的 這個答案就 ok 了 好 以上是這個問題的討論 謝謝大家